蓝白河谈判陷入僵局 国民党提议从11月4号到5号 要在全台73个区立委选区 要设立投开票所 让民众直接投票 但民众党却坚持只做全民调 否则免谈 蓝军说可以理解 为什么柯文哲怕投票 比如说上次台北市长民调好了 黄珊珊很多民调都第二名 他选的结果是第三 他赌徒性格蛮强的 而且他没有什么太多的资产 我赌本就是民调 我民调现在比较高 他上次选市长连任都差一点输掉 他只赢了2000票 蓝白派出黄珊珊和金普聪代表谈判 但基层直言 黄珊珊的哥哥黄树光 身为蔡英文的爱将 主导前见案 网友就问若你柯文哲当选总统 前见你查吗 黄树光你查吗 黄珊珊乐见蓝白河吗 基层呼吁银派代表应该快退场 让朱帅自己来谈 侯友已经非常清楚讲了 他会去查前见相关的资金流向 就不晓得像柯文哲科市长 他会不会也愿意承诺 他要去查前见 最后还是要王见王 侯友宜跟柯文哲还是要谈 两个要谈了 才能够拍板定案 也差不多了吧 就侯友宜跟柯文哲 可以直接见面好好谈谈 柯文哲说要组联合政府 但若你不跟国民党合作 网友抢柯文哲 难道你要大量用前朝民进党的官 你联合政府的官员要怎么派 联合内阁你也可以搭配民进党 那我们为什么要政党轮替 我就不要政党轮替了 民进党做的天怒人怨 所以要政党轮替 各界几乎蓝白若不合 让台独或贪腐政权当道 结果就是一起惨输 国家完蛋 也不能再拖 大家有诚意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事不能化绝 以大局为重 只要说都把个人的位置 看得那么重要 谁政谁富看那么重要 就很难嘛 侯克的决定 不只关系自己的前途 更是国家的未来 彼此如何拿出智慧堆叠善意 选民等着看 记得钟成良 许国豪 SM小组台北报道 我是许国豪 在中式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提会到播报新闻 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 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 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喔 好多新闻 再次试入 咱们